阿波达比这个叫做防卫展 是全职业最大的 就是参加加速最大的 然后他现在的这时候举办 是全世界到目前的时候 我觉得最恰当的时期 因为全世界都在想 我要买什么武器 谁的武器多好 那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中国的所有东西的CP值都非常高 好比我举一个例子 他当初歼7跟法国的幻象2000 竞标巴西斯坦的那个飞机的时候 他开的价一架是800万美金 幻象呢5000万美金以上一架 我800万跟5000万的PK 所以当时白天赛就是 我买了他50架就好 就买了中国的 后来他又继续买 买了100多架 这是他的 那我再说这个他的潜见 我上次有提过 他卖给泰国三艘 一艘110对不对 这最新型的原级潜见 还有AIP 那个性能非常之好的 现在的价格110 你知道吧 将近30年前 20年前 我们在造成功舰的时候 花了多少钱一艘 150亿 成功舰是一个什么样的船 怎么能够跟这个潜见相比 就中国的竞争力实在是太强了 他有样东西让我吓一跳 你知道他的盾位 他的盾位3.7盾 对 什么叫做盾 如果我现在画个一公尺立方的水 叫做一盾 就是三个 三公尺的那个水 就这么一点 3.7而已 3.7盾 当初李启明提议说 我们要做微型突袭艇 被国内骂了快臭头 你知道他的微型突袭艇多少 50盾 是他的十几倍 可是他就这么轻 然后我还在想 他会不会写错资料了 所以我很仔细地 看到他在海上跑的那个 哇 那吃水还真的很浅 你把底下的那个 他吃水的东西 收一下那个水 大概真的是3.7盾 所以我觉得 中国在这一次 希望能够开拓一个很好的市场 因为军武实在是一块很大的饼 目前美国每年 全世界的军武 他卖37% 再来俄罗斯20% 中国排第三 5.2 他的非常非常的遥远 中国太厉害了 那个奴隶劳工 通常大部分都是没什么受教育 大概是小学没练 而且通常待遇非常低 一定是基本工资以下的 用奴隶劳工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剑 我的老天爷 用正常劳工的话 那还不得了啊 那美国被打扁 每一艘都喊鸿母舰 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只是把简单的 我也不晓得中国奴隶劳工拿来去拉了 是不是他非洲去拉了 我都不太清楚啊 以前我印象中奴隶劳工的技能只能够摘棉花 或者是挖挖地啊 挖挖水沟啊 那中国用奴隶劳工可以做出这么好的军舰 那个管理能力实在是超强啊 这实在是已经不得了了 所以我们现在美国要担心了 中国用正常劳工来盖军舰的话 那美国不是被打趴在地上了 所以这个逻辑我是觉得 这个海军部长 西点军叫什么教师宗 海军官教师宗 不是西点 安尼勒布拉斯海军 美国要淹饰自己的无能 做不出那么多条船 这个海军呢 讲这个话呢 违言耸听的目的呢 是要钱 问题 基本的问题是这个问题 因为中国大陆14个船屋啊 八个大的六个小的 那个大的船屋五条件一次造 比美国的船屋比它少 少很多啊 所以你今天关键问题 造建能力看船屋 船屋看船屋的大小 跟它的科技 至于这个奴隶劳工 我跟你讲 你去问问它 它就可能清楚 汉工还分很多级的 还要考照的 那个薪水哪里会少啊 越是高精密的武器 它的汉工要求的等级就越高 哪里能够找奴隶啊 就刚才 那财务员讲的 那通通把非洲人抓去啊 对不对 中国大陆已经不满这个低工资了 所以这个问题 关键是海军部长为了凸显 他要美国要 因为中国大陆为什么呢 有那么多船屋 因为中国大陆的造建能力 是因为商船的造建能量很大 军民核用的船屋就多了 那能够造商船 当然可以造军舰 最近还有一个消息 要造四万顿级的豪华邮轮 对 你想想看四万顿级都是船公母舰级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关键我们把这个问题看穿了 说穿了 不是这个上将有多无知 他真的是 手伸出来 可怜可怜吧 我们的船屋没有 最近我其实在想一个问题 中国造建造这么快 他高层的人力哪来的 那个快到让人是吓一跳 好比说我从官校读四年 我到毕业第18年 就是才当了一级舰的舰长 那他有这么多一级舰 他怎么去慢慢训练的呢 后来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吓一跳 有一个女孩子是一般大学的 还当了一些企业的秘书 还去询过美 然后他最后得到博士学位 34岁 他才加入海军官校 他在海军官校读了一年半 然后毕业之后 他在一个辽宁舰 见习两年低阶军官 然后又调到一个地方 见习了两年的副舰长 然后又调到一艘船 见习了两年的舰长 十年之后 当他44岁的时候 他是中国第一个女性的舰长 派的船 就是刚刚你看到动物两 第一这种船 七千多顿 我当时一看到我说 哇 我说他们实在是在胡搞瞎搞 你这个东西如果叫我 我们海军 或者到美国那还得了吗 后来我就仔细去查了 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才发觉 他们真是厉害 怎么讲 我自己回过头 算我自己官校读四年 我读了一大堆根本莫名其妙没用的东西 这个人已经是博士了 你还要叫他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所以他在官校一年半 他只要读跟海洋有关的国际法 航行避碰 怎么样导航 一年半我想想绝对足够 直接学专车 接着我在想说我们的海军的整个发展历程中间 你以为每一年都在海上 没有啊 每一任官大概是一年 一年就掉 我枪包官官官一年 反写官官官一年 兵器厂官官一年 我去读书等等 那这位博士生 中国中间凡文入阶都不用了 直接跳过 他直接把他送出去 他几乎在海上磨练了八年半 直接上船 他在官校读了一年半 读了就是我航海海军校之类的 所以我就发觉 中国人的灵机应变的能力太厉害了 他刚刚这个做法 我跟你讲 如果是在我们台湾 你试试看 哪个家庭局敢做这个决定 开玩笑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